涂搭西站的第二天 今天是从浦江到亚安段 走行程是50公里 就不太方便骑当车了 我怕我骑不到 所以今天用涂搭的方式 先走一段 看路上好不好搭车吧 如果不好搭车的话 再想其他办法 好吧 Let's go 一份饺子吃饱出发 正式出发 刚刚还少说那些距离 一共60公里 14个小时 今天是有一个好天气 天气好呢 星期也就跟着愉快了 没有一点阴霾 希望今天能够搭车愉快吧 旅途顺利 今天这太阳还是有点过了呀 刚开始觉得它阳光明媚 心情很棒 到这时候呢 走了几公里 已经开始 变得独辣了 因为一路过来都没有什么遮挡物 那两边都是空空的 没有树荫 这个就成了暴晒了 慢慢的就觉得不香了 一点都不香了 再走一会 看看能不能拿到车吧 又是马园的橘子树 这个天气来个是真解渴 不过还没熟 我不知道这岛还又给我带到什么山下小路来了 跟以前走的路是完全不一样 就在春道里面 到处乱逛 走几公里 已经感觉到晒威了 就可能想要搭车 感觉有不好的意思 伸手难 因为像这种乡村道路 它跟318不一样 318可能大多都能懂得起搭车的手势 但这里 看了又看 还是放弃了 再走一会吧 再走一会再说 这边有一个上轮车 说我要不要搭 刚刚你是搭哪里 你搭哪里 我上你的 我上你的 那你能把我带到前面吗 走吧 你这边去两层吧 啊 谢谢 这是我成功搭到的第一辆车 感觉很兴奋 很好玩 大哥那是拉了我几公里 感谢了 不能 好 拜拜 挺好玩的 这样几公里几公里的拼凑一下 他是告诉我我走错了路 我按照导航走 他是给我往仙间小道上倒了 一直顺着大路走的话 就会比较好搭车 由于我走的全是这种小道 洋场小道 所以基本上没什么车来 不过还好了 各有各的新鲜感 走出来这种地方呢 心情会稍微好一点 走在大路上 连个 躲连的树荫都没有 可能会更长 晒得更长 朝阳湖石巷湖 终于走到大路上来了 这小路 穿得我 不知东南西北 终于是走上了108国道 2351 太阳好多啊 我觉得我真的得等等 等等车 然后搭车了 你看 这一路过去 都没有一个树衣 就这样晒晒的 在这边等半天 师傅 大哥你去哪 可以搭我一程吗 我走不到多远啊 没事 你可以搭我到前面也行 好吧 你走多远 然后搭我一下 谢谢 啊你钓鱼是吧 对 你是哪里的 四川的 四川的 我也是 你说军修的 南充的 西藏 博蜜 你搭博蜜 好冷哦 你在搭博蜜 那没办法 车放在那边的 这里是新修的路 然后没有车 没有就是车 一般就是 很密的 就很少有车过是吧 没有营运车辆的 我看 我看有车过的话 一段一段的搭吧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走吧 一般可能 没有人会搭你 我要到这里去钓鱼去了 好 你就把我放在路口就行了 谢谢啊 没事 谢谢你 这个导航 为什么感觉 你每次都坑我 他显示的是这条路 但这条路是完全新建的 走十多公里有大车的话 到时候看一下能不能搭到大车的话 搭不到的话 我就去找个村子住宿吧 今天的工程量确实大了一点 装好了 你装车呀 这边都没车呀 我看 好 你把你换了 哈哈哈 谢谢啊 没事 买的 小心点 小心点 好 人家把你买买了 好好好 小哥哥你们去哪 能不能带我一层啊 不能前来工地 呃 那 带我一层可以吧 能拉你一下 但是拉不多远 我们没多远 你这是在干嘛呀 呃 我做自媒体的 就是拍点视频 别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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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我没拍你 我拍到我自己的 你拍自己的 嗯 别陪我 我问问问问问 那一个什么的 自媒体 都我们就 你你再等别人去吧 我们没多远 都不知道多远了 哦 你再找别人吧 好不好 那好吧 好吧 谢谢啊 这看来是不喜欢上镜的啊 那没办法 再走走看一下其他的车吧 啊 现在拿一辆车就真的很难了 不喜欢拍摄也很难理解 这对自媒体有意见嘛 就不太能理解了 好吧 没办法了 最后太阳主要是晒得厉害 这一条路上连一个树荫都没有 该戴个帽子 或戴把伞的 傻傻的 算了 往前面走走 找个阴凉的地方歇一后吧 今天实在到不了的话 就去一个村庄 看找个村庄去住好了 刚刚那大哥应该就住在这里面吧 这边一个工地 哎 又来一个车 刚刚那是搭了一个面包车 到板上镇呢 然后现在是准备 就是客运站 说坐个车去 晒晒好了 但我看这边好像也没有车 是客运站关掉了还是怎么样 今天下午已经是走不动了 因为天气特别热 等会看一下 能不能拿一个车吧 还是 我再找一找 其他客运站还有没有 就直接过去的车